反正跑回圈主要是我要抓那個名稱 然後呢關鍵的地方是add的方法 所以這邊是add 這個點下去就自動出來 後面這個是 增加到它的 最後的後面 ok然後呢點hand的話就是它的屬性就是重新命名 那命名的話呢記得這個地方需要在儲存格前面 加上一個這個換一個顏色 一定要加一個蓄責液如果沒有的話這個就錯了 再來的話就刪除 刪除的話其實 有幾個方法 我前面講過你可以檢視裡面有個即時運算 即時運算的話如果你要刪掉哪一個你可以講 Shit 其實也可以直接在這邊直接執行 Shit 哪一個的話其實有一個.delete 這邊有個.delete 但是.delete的話你要跟他講說要刪掉哪一個 哪一個的話比如說我今天要刪掉刮弧 第幾個呢 第1 2 3第5個好了 第5個 點delete 這個enter一下 你會發現 這個敘述打完之後 第5個不見了 如果你要刪第4個的話 一樣 不過我主要是跟各位講說 如果我現在刪 第3個好了 第3個刪完之後 理論上應該 比如說我跑個回圈 我希望從 剛剛應該這邊多一個 應該是從第3個 3到第5個 所以你一般習慣跑回圈 for i 等於第3到第5 但是會有個問題 你刪掉第3之後 應該要刪第4 但是會有個問題 比如說我現在刪第3 再刪第4的話 第3有沒有 再刪第4 可是第4怎麼樣 不見了 所以 以前我曾經寫的方法是 我刪除完之後 我必須把那個i的值 再減1 才能刪到正確的位置 可是問題 減掉1之後 也很容易出錯 因為最後 加1-1之後的那個位置 又會錯亂 所以乾脆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你反過來刪除 也就是說 比如說我今天刪 我先把它徹底刪 這邊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 乾脆你一直刪 第3個第3個第3 刪掉 可不可以 一直刪第3個 有沒有 但是你要知道數量 刪3次 可不可以 好像也可以 OK方法很多 另外一個方法 我再把它新增 又有了 然後應該是倒過來3 所以理論上是第5個 3到第3個 所以程式該如何撰寫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第1個 一樣 我們在這邊打一個 就是public不用打 sub 批示刪除工作表 一樣 Enter 那底下的話 就是我剛剛跟各位講 倒過來3 那倒過來的話 就是for i 等於 最後那一個 我怎麼知道最後那一個 最後那一個 實際上你可以用這個 叫做 sheet.com sheet.com 基本上就是最後那個 最後那個 到 to 第5第幾個 第3個 對不對 不要3到2 2刪掉的話 就少了那個名稱 ness OK 再來的話做什麼 就是 從第5個 sheet.com 他回來應該就第5 就5個 然後到3 5到3 然後再來做什麼 sheet 刮符 把i放進去 加一個 delete就可以 不過這個delete 他不會提示 你要自己打 但是你如果怕自拼錯 你可以看鍵盤上面就delete 鍵 你就照著打 delete OK 這樣子的話呢 就大功告成 OK 不過 會有個問題 對對對 這個step 如果你今天 是越來越少的話 空一個這邊 少加一個 他就 不會跑了 為什麼因為他只會增加 所以5再來就6 他就停了 就不會 往前 所以記得 step記得要減1 這樣才OK 來賣試一下 那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 城市基本上 是寫完了 不過好像還有一個地方 還沒完成 哪個地方我們來跑一下 執行 跑完了 不過 跟各位講一下 舊的版本 就是在 Essal 2010 以前的版本 他會跳那個一個訊息說 是否刪除 這個工作表 那你一定要按一下 確定 是否刪除 你要再按確定 也就是如果三個他會問三次 那真的很麻煩 但是後來發現 奇怪我們現在216 沒這個問題了 所以 不過你可能還要注意一下 如果說 其他人使用的話 那你可能要加一下 就是關閉那個 要是否刪除的那個訊息提示 那那個 我在雲端上我寫了 所以我順便講一下 那我怎麼把它關掉 其實很簡單 能夠關掉的就是 Essal 本身 Essal本身的物件 叫Effication 所以你可能要記一下 這個Effication 非常重要 這個Effication 指的就是Essal Essal Essal 物件 就是指的就是Essal Essal 你 他就變成實體化 他可以做的是 Den 裡面的話 他有一個設定 設定就是在屬性裡面 那個設定就是說 不要讓那個 那個叫 他那個叫 Alearn Alearn就是 那個跳一個訊息視窗 不要讓他出現的話 他有個屬性叫做 什麼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你可以用猜的 所以其實我本來我也不確定 後來我是從這邊裡面看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Elearn 所以他有沒有叫做 Display 所以打個D 一般應該 要不要顯示 他的習慣就是要Display 所以裡面的話 你大概找一下有沒有顯示 Elearn 關掉 Force 啊記得 最後如果說你把他關掉 他就 不會再問你要不要刪除 但是最後記得 你要再把他打開 不然的話 以後 該提示的 他以後再也不提示了 最後記得把他打開 OK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不過因為 版本的關係 所以新版好像不寫 沒關係 但舊版會有這個問題 OK 所以這邊的話 你就執行他 這個新增 這個就刪除 還蠻方便的 但是目前 其實還 沒有東西 所以下一個 部分的話請各位想想看 有沒有什麼方式 所以後面應該把剛剛的程式 再加到什麼 加到這個我們剛剛新增裡面 所以新增工作表裡面 應該要把上面這一段有沒有 把它放過來 其實就可以 但是你 把它放到裡面 應該 應該比想像中還麻煩 其實用 扣的嗎 也可以 可是 如果不用 假設我就是先放 因為扣的話 要呼叫 有些同學可能還不太會用 扣 傳參數 所以如果說 我希望 可以新增完工作表 就幫我把 資料 扣到裡面的話 也許可以參考 剛剛這一段程式 把它放到 新增之後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當然 如果說你要把資料搬過去 當然 看起來用 篩選的話 可能會 稍微簡單一點點 不過 城市好像也 不會太少 OK 所以其實當然各種方法 也可以試試看 找出一個相對簡單的方法 OK 工作裡面當然 你可以用的方法越多 你就可以用選擇 如果資料多 用篩選 資料少 也許用這個方法 OK 試一下 如何刪除工作表 謝謝